好,又到我們FIGURE堂的時間 FIGURE堂的時間 或者叫玩具堂的時間 今晚又是一個廣東話的節目 今晚就是玩具堂的深水評測 繼續說我自己喜歡的東西 或者我自己有關的項目 先說這架 沒錯 一架美軍 美軍的輕型戰車 應該就是STUART M5A1 好,這架有什麼好處呢? 待會會長時間跟大家講講 如果要看Coby的歷史 或者Coby我之前介紹的第一集 那我就不重複Coby來自哪裡 但這架是一個波蘭品牌 總之就是原裝正版的歐洲貨 當然玩軍事的朋友 兄弟 應該可以直接推介 當然又要追玩節目 但我覺得玩開模型的朋友 即是開始 好像我這樣大年紀 眼差 或者沒什麼時間去砌 玩這個不錯的 又不用噴油 又不用煩 說明書簡單 又開心 又可以玩 很棒的 那這盒是什麼呢? 這個盒子 沒有了 M5A1 STUART 美軍希致大戰的輕型坦克 我都會集中講 一些二線系列來的 即是我自己喜歡二線系列的 也會集中去做這系列的宣傳推廣 這個號碼呢 合得編了 247 345件 一個人仔 EU產品來的 背後有些正常的說明 功能 大家最關注的 那樣東西 除了EU之外 是哪裏呢? 這些 未現波蘭的 不太多了 好 那我們去看產品 好了 這次我們的主角是這個 這個高炒的角度 就方便我拿機 那 講回這隻 作品 那 赤馬方面 其實有玩意師兄都知道 其實是赤馬跟回來的 輕型坦克的大小 之前介紹過 德軍的裝甲偵察車 S222 都差不多大小 我只覺得適合比例 那這一個呢 就介紹完德軍 就講講美軍 那不需要 多繁複 一定是炮塔 當然可以轉 炮塔 可以轉 人仔 當然可以拿出來 那 就跟這個人仔 看看 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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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其實細節沒有少 那當然呢 這些沒有坊間那些 叫做高手改裝那些 那麼帥 那 有一輛 那 M-A-1 應該是沒有錯 拿著手榴彈 其實拿著而已 當然不會拿著 就是拿著 好了 那 那 那 M-A-1 是美軍那時候 其中的主力的 輕型戰車 在很多戰場上 都會用到 包括呢 亞洲戰場 那為什麼亞洲戰場會用呢 其實亞洲當時的裝甲的力量 雙方都是比較 輕型一些 或者叫做 沒有那麼高 高階 歐洲就用到最強的坦克去打 去戰爭 去戰鬥 那但是呢 在亞洲其實 即是對手 即是日本當時 其實就沒有什麼戰車 那 那M-5呢 其實幾夠用的了 基本上 好 那 蓋子那些全部打得開的 不是隨便掩埋的 即是對位的 那 那機槍 炮塔那些動得 即是正常坦克車那些 應該可以動得 OK 那這架車由於比較小一點 就沒有一些內籠的裝備設計 都沒有一些 即是 即是 打開蓋的位 對 有比較大加一些 那這裡有個位 那但這個呢 這個就不是它所謂的內籠來的 即是這個其實因為 它很多斜位呢 它們使用一個 即是這樣的做法 即是其實有一點 靈活大聲 因為如果你 裝備 你都明白玩的職務 其實斜位裝 它們要做一個特殊件出來 嗯 黏起來 其實未必是很好的 因為你組裝 可能會有困難 有些倒扣 而且呢 沒有什麼必要 其實按下就可以了 那如果有改裝 可以做改裝 那 那 車頭燈那些 沒有少的 那 最簡單的照片 就是它自己做了一些DECO 那這個DECO呢 其實很多戰車的件 它都是印上去的 那 除了一些 產品是什麼 另外呢 就是那些飛機 那些飛機呢 那些DECO呢 就是自己印的 為什麼呢 不是Kobi偷懶 而是 因為它 它是一些 但是我要介紹 即是它有幾塊磚的 之間 即是 共同一個位置 那 變成就 就不可以印到這麼帥仔了 好啦 那 車身的那些 號碼都有的 那 那 優點就是 那些輪子全部可以動的 即是Workable的 即是不是一個 硬挖 還有比例 啊 細節位呢 其實都是跟著我們知道 戰車的標準 就是很多坊間自己改裝 自己設計 設計的 其實就拿一些現成的配件去做 其實 未必 每次做到這麼完美的 而它因為做了很多特製件 就變成 其實 無論是比例 外形 精細度 其實都能夠刻畫 真正的 現實生活的 那個 戰車或戰機 那 當然 當然 沒有那麼正 就是沒有模型那麼準 但是這個就是積木那個特別的地方 引入性的地方 但是二齊 好 好啦 這輪子 有聲 即是推到的 動到的 現在這個桌子比較滑 如果桌子比較粗 就完全感受到那些車的 那些輪子會動的聲 而磁帶呢 我們叫磁帶 不是磁帶 其實是勾著那個輪子 真的有動力 而不是 跟著動的 是勾著的 即是跟真實的 鋁帶和輪子一樣 當然輕型戰車 就欠缺了一些內籠 譬如機器 打開機倉的機器 或者開多些倉門 就沒有的 那當然現實中的倉門 不止一個 好啦 大家看看四面的樣子 顏色就是 我對他們的美軍 是沒有意義的 很適合的 那是德軍的那些迷彩 有少少 少少適應 還有少少 覺得可以好一點 那我明天再說 那當然上次德軍灰的那一刻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那 那你放些冰在那裡 那就好正 那 講完車身呢 即 慘了一本身 就講說明書 說明書 如既往一樣 就 準確的 精細的 而我真的砌過這麼多盒 其實加加起來 不是全部我砌完 二十幾盒 其實我 沒聽過一盒是漏件的 那麼多一定有 那麼很多牌子都會多些件出來 但是也都甚至多都多好笑 即是其實很準的 那有時候我都會問 是不是真的這麼準 有時候找不到件 以為自己真的漏件 後來也找得回 那大家注意到 有時候左右啊 正反 或者黑紋那些 黑紋那些 那些細節 有時候部分的 的位置呢 它有些紋在上面 有些叫做 譬如這個 這樣 看到嗎 這個位置呢 有些窩釘在 那有時候可能 反過來 你可能在說明書裡面 不太清楚 那你錯過了 可能拿到 同一個大小的 四方形的 組件 跟著就 齊錯了 那就找不到 所以呢 暫時我報告呢 我 我知道呢 其實全部都沒有 漏件的 那說明書呢 上次講的 異議的時候 我上車的時候 都有講過了 非常準的 還有 幾好看的說明書 即是好看才是 不難明白的 那當然我組織的 節目不太多 不及很多 師兄那麼多 但是 我自己 以一個當作 初心玩家來算 其實說明書 就功夫做足了 那 強調一次 所以這次呢 所有的DECO和花 是不需要連貼紙的 除了 飛機部分 部分的 細節之外呢 就要連貼紙了 那到我們講的 飛機陣子呢 跟大家講一講 那總共幾個步驟呢 其實就 50個步驟 那其實 50個步驟呢 就不太多 那現在組織 我想一個小時左右 一塊而已 那你先看說明書 嘩!正啦 後面 我自己很喜歡的 HE111 或者 HE3 我不確定 那這架 是一架 中型轟炸機 二次大戰 德軍 那我都很型的 很型的 不知為何 我真的覺得很型的 這架就是很型的 那有這架的 那我還有幾架 這架飛機 類似 那我告訴大家 質量呢 是非常沒問題 而且 可能 你要相對其他牌子 一些 比如說自己設計模擬 玩家 模擬的 自己設計完之後 再買一些積目 去拼 那些 或者一些大陸牌子 其實呢 這個我肯定跟你說 我認為是最好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比例 比例 形態 是最好的 透明 陰透明 陰彎 陰彎 陰折位 陰彎 全部都可以動 好了 最後一看 這個盒 非常好 好了 這個其實很簡單 大家覺得 如果最初玩 或者試玩這個牌子 我覺得不妨考慮 因為 又不會太貴 又不會太高賺 那 當然 坊間上 我知道人仔 德軍比較多 其實都有很多美軍人仔 但是現在它的牌子有了 就最開心了 好 那今集的玩具堂 的心水評測到這裡 不參與不搶 繼續和很多YouTuber 或者一些前輩 在學習 希望令到節目更精闢 道貪 不沉悶 又好看 多謝各位 拜拜 拜拜